多不多投资者问今年是否元宇宙的世界 会多人问的 原宇宙是否真的那么正 或者疫情对他们有没有受惠 总括来说 我们经常说疫情会不会受惠 有时都要看股份的估值 这些比较短线的看法 但是如果只是回答元宇宙这个概念 我们经常说他们看到的很极端 有些就说我很败 有些就说我不相信 骗人的 是的 我们自己觉得 其实首先 现在我们看不到一个世界 一个大家很认同的元宇宙是什么 有些人会觉得我们觉得 像MR的 可能像Marvel那些电视 玩游戏 或者是纯粹觉得是 是的有些人就是玩游戏 所以其实是有很大的分野 但是其实无论走哪个分野当中 我们会觉得不要理会去最后的definition 是什么 因为慢慢会走出来的 这个生态 但是在生态的建立的过程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 简单来说 我们其实今年 如果你说记招 或者这段时间 头半年 我们经常都说 记住四个字 从实见虚 其实你放在什么的版块 或者经济面 股市都是 所有的东西 大家应该先看一些 实实在在做到的先的 是的 所以如果回答Daffy 就说原语就 或者你当疫情现在发烤的 好的 选择一些 就是要实业 一些业目实在一点的 就是刚才你说Apple 甚至可能半导体 大家就会常想起NVIDIA那些 这些叫实在一点的东西 但是你说很虚 虚到你说软件上面 其实都有分实在还是虚的 就是你看到我们的 刚才说的就是粉红色线 其实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东西 这些已经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但是业务上面有一部分 又跟原语就相关 那你就可以先选择这些 第二样东西就是软件 软件我觉得这个是再难选一点的 因为这个难选一点就是说 究竟有哪些是实在一点的 真的在做那样东西 是的 还有有些好像You啊 Roblox这些是当是的 但是那些就相对虚了一点 也波动很大 是的 所以其实第二相对应用成熟度 是会第二 我们会这样排的 第三 大家会常常都想 原语就是最重要就是想视像设备 就是现在大家在想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我先当是 但是我们反而觉得 那个位置的成熟度反而是最低的 做出来不难 但是应用的层面是低的 因为大家都听过很多人都会头昏 是的 所以我们反而会放厚一点 还有其实我们觉得那个硬件应用是摆在个人身上 其实我们有一个最远的一个概念 就是原语宙 可能像是 可能大家有看过那些什么Black Mirror 第一集那些 不要说内容了 但是 但是它们那个其实都可以是一个原语宙 而它的应用层面就不是靠视像了 是直接跟你的神经接軌 是的 所以其实可以是很远 所以变成那些位反而更虚的 我自己觉得 到时看是怎样去走出来 所以说到最后 其实我们最重要是 其实头一个投资的走进去 其实就真的在整个基础建置的领域 是比较实际和安全 可以这样说 所以其实在那么多的领域里面 其实你们是否都会 如果推介先推介给投资者 都是一些真的在做半导体的建设 或者或者去年大家说NVIDIA 说那么多 因为它真是推出Omniverse 大家都会觉得 是跟着它这个去建立出来的一个原宇宙 是否要从这样去想 我觉得方向会是这样想的 但是你说当中 如果特别只是提着原宇宙 原宇宙我觉得是未来世界的一部分 这样就未必会花太多时间 其实未来世界我们觉得有很多世界的办法 但如果就着原宇宙这个角度 因为晶片 刚才NVIDIA 会吃到很多其他范畴 但是你说 只是提着晶片这个版块 其实我们觉得都可以细分 细分 细分究竟是摆在 跟未来世界或者元宇宙相关的 其实不是 每次只说GPU 因为NVIDIA 就是给人的感觉 最强是GPU的范畴 AMD也是 所以我们自己觉得 其实不要忽略5G应用 这个5G应用 我不是说 今时今日 那些人听到5G 在香港被人哭的 都害怕 搞了两年 搞了什么 谁在5G 但是我们不是说设备股 对了 我们是说应用股 对了 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感觉 对了 这一个位置 我觉得是 只是例如晶片 原来都可以这样去分 嗯